道正法师 不识后面的他爱执着 不识如果附带不合理的条件 是可以不接受的 这是为了要帮助对方 舍弃不好心念的做法 让他真正安住在不识的善法中 使他能够得到真实的功德 得到最大的福报 如果送别人东西以后 心里还一直惦记着 很执着于对方是否有留着用 这不但没有放下自己的执着 反而更加执着那件东西 还有执着自己 等于是要求别人要特别注重你 像这样虽然是有不失 但是完全都没有放下自己贪爱 执着的烦恼乌云 再次看到那件衣服 还觉得那件衣服是我送的 是我做的 这可以说心里 根本就没有将它不失 舍出去 这样不但没有放下对东西的贪爱 执着 还增添一层对不失的执着 甚至也增加对人 对师父的执着 有人还说 东西若是送给持戒的师父 或是得到的高僧 就会比较有福报 这就是再加一层贪求福报的贪心 上广下亲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是得到的高僧 若是能供养他 就会很有福报 因此就发生了一种事情 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寒冷 很多人都同时送帽子 供养老和尚 第一个人就要求老和尚 要现场带他送的帽子 这样他才会有福报 老和尚横顺众生 就接受过来戴上 后来每个人看到这样 都有样学样 要求老和尚 一定要戴他所送的帽子 还说 师父 你有戴他的 没有戴我的 这样我会没有福报 你也要戴我的才可以 唉 众生实在很爱修 这种计较法门 不失也要计较他的和我的 老和尚实在很慈悲 一切横顺众生 非常有耐性 因为大家都这样要求 老和尚那天 唱多就画了二三十顶的帽子 让大家欢喜满怨 后来他也很无可奈何 就笑笑地向大家说 你们看我像不像老尼姑 大家都笑了出来 可能觉得自己会很有福报 所以都很高兴 但是我们冷静用理智想想看 这种做法 是不是一个恭敬三宝的佛教徒 应该有的 这到底是去不失修公样呢 还是去教老和尚修人乳行 忍耐众生种种无理的要求呢 上面借文有提到 要以使没有信佛的人生起信心 已经信的人增广信心的心态 来学习持戒 但是我们仔细来体会一下 大家如果都用这样的要求和做法 会不会让一个还没有信佛的人 觉得我们佛教徒很奇怪 很不理智 为什么会要求师父 像是一个模特般做时装表演 来让自己得到福报呢 我们的供养 若是附带这种的要求 难道真的会有福报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好不容易有姻缘 亲近一代高僧 没有用恭敬心求他教导 指点我们的错误 让我们能改过修缮 只是把他当作是一个衣家 帽架 要求他要穿我们送的衣服 带我们送的帽子 好让我们有福报 他就像时装表演一样 一顶换过一顶 给大家欣赏 要是没有称众人的意 大家又会生起计较的心 到底我们是去修公样 还是去修计较法门 专门计较人我是非呢 我们要很注意 自己的发心若是稍微有偏差 果报就会差很多 就像射箭要射出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观察好 方向有所偏差 那射出去的箭 就会离目标相差很远很远 老和尚真是非常慈悲 而且又很有定力 恒顺众生又耐得住反 但是我们亲近他时 是不是有去了解他的慈悲 好好跟他学习呢 是不是有学到他恒顺众生 以及忍辱的一片苦心呢 如果我们亲近师长 没有学习到他的精神 只是一直无知地去要求师长 要顺我们的义 满我们的愿 让我们有福报 这样的用心 难道是正确的吗 相信大家都很聪明 冷静想想就会明白 还好当时还没有要求老和尚 要一直戴着 不可以送人 否则 一次戴三十顶帽子 一辈子要每天戴着 这样妥当吗 其实 并不是特别去供养什么人 才会比较有福报 金刚经教我们 要因无所住 行于不失 要用清静 平等的心供养 这样和佛性才能相应 佛性无限的福报 才会自然显现 要知道 福报是修来的 不是贪来的